睡眠电视与您惺惺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还是解释行出 就是总医 安乐行瓶的全瓶总医 虽然是在深安乐行 实际上是全瓶的总医 前面说过行菩萨道的菩萨 应当要助人如地 柔和善顺 耳不出报 心一不经 又乎以法无所行 不出报就是柔和善顺 不经就是心里安定 不会有所未怕 心里不会有所未怕 不会经 不会怕 这要有两种修养 第一啊 如果你持戒如法清经 他自然心安 一一如法安 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所以游戒身定 戒持后 定的功夫就会显现 那么自然就心就安了 所以心安就不会有所恐怖 这是第一 第二啊 红法要博通一切佛法 对于世出世间一切佛 有漏无漏一切佛 大善小善一切佛 闲叫密叫一切佛 世出世间一切佛都能够通彻 都能够明白 在一切法上了了分明啊 那么随问能答 随时能说 不会有所未难 这也就稍微四五爱变 那么具备这些变才 那他还怕吗 当然就不会怕 所以像智者大师 在初选托罗密之后 就是世间上就是 有一千位的文字知识 同时来问难 他也能够如瓶泻水的答复 当然就不会怕 假如你心里对佛法都没有得到真实的了解 讲起来咯咯巴巴的 怕东怕西 又怕讲到这个不够理想 或者出了问题 给这个比我知道的多的人 他听到啊 闹笑话 异笑大方 那么因此他就害怕了 这就是说法的时候的怕 20年前我在有一个佛学院里教课 佛学院里请当时来了一位法师 而这个法师嘛 在事法上来说 他好像比我少微厚一点点的厚背 那么这个学院里请他讲开始 为学生讲开始 他没有想到那天晚上我会去听 那么他已经上座讲了 要开讲了 已经起立问训了 我才进去 进到这个讲师的位置旁边 坐下来 他一看到我坐在那边 他演讲啊 好苦啊 整个晚上不 那个讲的时候连不敢朝到我那边去 不敢往我那边看 他一直往我的对面那边看 老是歪入头在讲 讲得满身大汗 讲一下来啊 到了法师寮 他见到我 你怎么去听啊 拢得我怕得要死 我说你怕什么 我也不会打你 你懂得比我多啊 我万一说错了 闹笑话 我就讲得害怕了 结果我准备好的 这讲到三分之一 这就是怕 这就是怕 假如你在说法的时候 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 哪有不经之理啊 所以说法 你如果真的能够 拨通一切诸法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听也没关系 所以我从前在初学的时候啊 法师听学生讲话啊 他总是在后边偷偷地听 他不会落连在前面让学生知道 他知道了 他会害怕呀 明明准备好的到时也讲不出来 所以这个当老师的 要懂得这个爱护学生的心理啊 不要让他害怕 那么这个不经 就是不但是修持功夫好 一方面法要通 假如佛法你懂得太少了 只有那么一点点 那么讲来讲去 还是在那里游走 结果说不出东西来 那就要闹笑话 那心里也就会害怕 这个经的意思有这两点 那么在一切法 凡是指无论是事项 无论是理性 乃至万事万物 凡是一切境界现前的时候 你不起分别 只无所行 行啊 把它看作分别的意义 就行是造作嘛 不分别就没有造作 凡是造作必定要有分别才会有造作 所以你对于一切法不起分别心 那么就所谓叫做无所行啊 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不分别呢 要灌诸法如实相 而灌诸法如实相 假如你能灌诸法如实相 那当然就不起分别 所以这个如实相 两种说法 一种看一切法就是实相 如 把它看作 好像 就是 这个一切法当地就是实相 如实相 那么这是一种意义 那么第二种说法呢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分开来讲 如是如 实 实相 各个有它的道理 什么叫做如啊 如 以不变我一 就是平等无二啊 灌一切法平等平等 不起差别的 这个看法 那么一切法当下 都是平等无二 看一切法平等无二 所以叫做如 如如不动 那么一切法本来 如是都没有分别相 没有差别相 一切法本来平等 一切法本来平等 没有差别 差别是众生心在起分别 假如你不起分别的话 一切法它还是平等的 起分别的是众生心 假如你不宜 假如你不宜中生心看一切法 一切法当下平等 所以如就是平等 看一切法平等无二 看一切法平等无二 就是如 这是如意 实 实相的实 哪一种相 哪一种相有实的 凡是眼睛看得到的相 都是不实 没有实在的 您看看这个房子是实的吗 哪里有实体啊 你把那些钢筋水泥啊 木料啊 通通把它刺开 房子在哪里 实不可的 一切法没有实在的体质 所以无字性没有实体 金刚经说 若见诸相灰相 即见实相 凡是看到一切相都没有实体 那就是诸法的实相 诸法相本来都是不实的 那么既然知道一切相都不实 那就是因缘生法 没有自信 缘生无性 通达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当体即空 那个空才是实 有不是实 有都是犯法的 你看我们这个人生是有的吗 是实在吗 一点也不实在 几十年就无福挨栽了 哪里实在在 所以一切有相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凡所有相通通都是希望不实的 有相的都是希望的 好像镜中相 水中月都没有实体 只是我们凡夫众生看有实体而已 实际上都没有的 那么这就所谓实相 实相就是无相 那么既然无相为什么会有这些一切相呢 那是幻化的相 不是真实的 是一种假相 叫做幻相 所以叫做实相 无相 无相又无不相 一切法都由这个实相中显现出来 离开实相没有一切法 实相无相 实相无不相 实相无相 无不相 那么这个一切法当体极空的空极之意就是实 假立明相叫做相 那个相是假明的 不是实在有的 那么所以叫做实相 一切法当体就是实相 不必离开诸法 并不是说要把这个法灭掉了才现出这个空相 不是的 一切法当体就是实相 你能明白这些一切法当体是实相 那就是平等无二了 就是如 所以有些地方翻作如 有些地方翻作实相 旧意 真如都叫做如 如如不动 如 那个如就是真如 真实之理本来如如不动 万古长兴 那么这就叫做实相 法法经讲诸法实相 那么这是法法经首选之敌 而以其他一切经论所说的 例如 圆觉经 叫做圆觉 楞严经 叫做如来藏 妙真如心 涅槃经 叫做常住 叫做涅槃 那么这些一切大圣教典所显现的究竟之理 都是相同的 都是诸法实相 无论是自信 清净心 如来藏 这一切一切都是诸法实相 因为都是平等之理了 那么你能观察一切诸法当题就是如 当题就是实相 那么你才能做到真正所谓不分边 无所行 那个不分边 才能够完全表现出来 就是平等无二 以平等无二的眼光来看一切发 那么能够提悟诸法实相之理的真意 平等无二 那就是提悟到中到第一异地之理 中到第一异地 能悟中到第一异地之理 这个第一异地是心情触灭 没有办法用心去远离的 第一异地之理用心是远不到的 不可以心思 因此叫做义不行 不行就是行是心的思虑 心去远离叫做行 就是没有办法用心去分别去远离 因为第一异地之理是心情触灭 心所远离之处不可当 心情触灭 所以叫做不行 不行就是心去远离它远不到的 远不到 也就是楞颜金所说的远守一折 那你远离不到的地方 这诸法实相中到第一异地 不是用心可以远离的 所以异不行 既然不能用心去远离的 这个法不但是心远离不到是不可思 也没有办法用言词表达的 没有办法用言词表达 就是不可一 不可一就是不分别 不能分别 分别就是用言词来表达去分析 诸法实相之理 言词也没有办法表达 文字也没有办法表达 这就是所谓不可一 所谓不可思一 不行是不可思 不分别就是不可一 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口意 中道第一异地之理本来就是如此 所以心形处灭 源于道断 不分别就是源于道断 不能用言词去表达 不能用文字去表现 凡是说得出来的 都是假的 都是方便法 都不究竟 真正究竟诸法实相是不能说的 所以维谋经 那维谋 维谋就是以不远离言说 来显示不二法门 就是不能用言说 所以他默然无言 默然无言的时候 文书站在说 现在这才是真正的入不二法门 前面三十二位菩萨都在说不二法门 都是有相对的 都是不时究竟 所以到了最后老维谋就默然无言 默然无言的时候 然后文书就站在说这才叫做真的不二法门 真的不二法门就是心形处念 源于道断 不能用文字表现 不能用心去原理 这就叫做不行 不分别 也不用心去思维的行 不能思维 因为没有办法思维到 中道第一 第一 思维不到的 也没有办法用言词去分辨说明 所以不分别 那么这就是所谓不可思议 那么你能够把心安住在求证诸法实相的目标上 那么在修学的时候能做到诸忍入地 柔佛善顺 乃至不惊不怕 微微不动 然后向这个诸法实相之理 努力尽修 求真 那么这样子才算是菩萨的行出 菩萨修学佛法行出 应当从这个地方下功夫 所以说 这个行出 应当就是全部全凭经文的总纲领 这总结 说明示名菩萨摩霍萨行出 这就叫做大菩萨 发大心的菩萨所修行的第一步的原则 应当要做到这一点 能够这样子做到 能常观察一些法相 当体就是诸法实相 就是第一地之理 这就所谓行菩萨道 这就是菩萨应当具备的原则条件 那么这就所谓解释行出 也就是阵行 菩萨正修行的根本目标就在这里 所以叫做原则 下面第二 是清净出 那是住行 也可以把它看作 帮助前面的阵行成就的功夫 所以叫做也是住行 是清净出 文字很长 那么有三段 第一 越圆令论俊 第二 越静论俊 第三 越非圆非静论俊 有这三段文 静 清净 清净 第一段是越远离来论清净 除掉这些该远离的之外 才可以清净 初学菩萨 这些下面所说的那些事项都该远离的 那么这些都远离了才能说这个真正的做到清净的目标 所以先越远来论静 那么第二越该清净的来论静 就是越静论经 后边越远离说 也不叫做远 也不叫做静 非远非静 来论清净 那是第三段 现在第一段越远论经 有十个小段 有十项事 十种事情 初学菩萨 应当远离 不过这里需要明白的 这是指的初价菩萨 下面这个十种该远离的事项 是对初价菩萨讲的 在家菩萨有些地方是不一定要照做 但是这个完全站在这个初价菩萨的立场讲 需要这样子做 所以这是完全站在初价菩萨 而且初价菩萨当中是指的比丘众 菩萨比丘 简单说对南众讲的 下面的话 这十种远离是对南众讲 女性翻过来看 关于这个性别不同的地方翻过来看 意思就是相同了 因为这是对这个菩萨比丘 初学的菩萨比丘讲的话 所以对菩萨比丘讲的话 是初学的菩萨比丘应当要具备下面十种该远离的境界 才能达成这个清静的目标 所以叫做越远离论境 那么这十项当中 那么这十项当中第一 远豪是豪贵 豪富是势力 就是初学的菩萨比丘 对于世间上的那些有势力 又豪富又大贵的这一类人 你得想办法远离他 太接近他 恐怕一道有所妨碍 所以要第一 先远离那些豪贵的人 远豪名菩萨摩霍沙清静初 本来这另外要建立一个总问的问科 可是因为原来科班他都没有这样分 就是含在这个第一远豪式的文字里面 远豪是真问词 怎么叫做菩萨 大菩萨行菩萨道的人 发大心的人 应当该清静的地方呢 现在是因为该远离的 先远离了 然后才能够谈清静 那么第一 要远豪贵的豪适之人 所以接下去说 菩萨摩霍沙 不清静国王 王子 大臣 大臣 官长 这是第一 远豪式 在座的菩萨有没有做官的 做大官 不是做大官 做大官 有没有做大官的 做大官的 不要听到这个话就跑掉了 这里是对比丘说 你既然是个出家人 要保持你的出家人的清静庄严的身高 所以你既然是发菩提心 发大心 要弘扬大法 但是第一步 你刚刚才学习 刚出家呀 也得先远离这些豪贵之人 不要去清静国王 不要去清静王子 不要去清静大臣 不要清静官长 先说 不要清静国王 国王就是一国之主了 古代帝制时代都是国王 我们中国都叫做皇帝 从秦始皇以后都叫做皇帝 接近国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 按照经历里面说 比丘如果清静接近于国王 接近国王 接近皇帝啊 如果这个国王皇宫里面 发生这十种事情的任何一种 都会把这个杖记在比丘的头上 都会记在出家人的头上 所以你得远离国王 是什么事呢 第一 如果有人阴谋 要消灭这个国王 要夺着国王的地位 假如发生这个事情 假如你这个比丘经常清静国王啊 那人就会误会 可能就是那个比丘啊 那个出家人在搞的啦 就是他搞的鬼啦 假如他不去清静国王 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啊 会把这个杖记在这个比丘的头上 所以如果有人阴谋 要害国王的命 想要争夺这个国家 那么就会认为啊 是比丘搞的 所以不能清静国王 第二 国王如果诸大臣 他的这个大臣啊 诸是杀害 年字旁 别为诸 如果国王他突然之间啊 把一个国家的文物大臣的任何意味 把他杀掉了 人家也会赖这个比丘 可能就是这个比丘搞鬼啊 他跟皇帝那边说坏话啊 怎么样子来告状啊 所以才会把这个大臣把他杀掉了 这是第二 第三 如果皇宫里面的宝物 他宝物也必定很多啊 皇宫里面宝物很多 万一那些宝物如果有损失啊 他也会记在比丘的头上 哦 经常那些比丘啊 都来皇宫里面吗 可能这个宝物就是他们偷去了 那个宝珠就他拿走了 什么宝物失掉了 都会赖在他头上 第三 第四 如果这个皇宫里面 就是印度的王宫也是如此 宫女很多啊 里面的宫女很多 宫儿财女很多 万一如果跟那个宫人 发生这个怀孕的事件呢 那也会记在比丘的头上 可能那经常到王宫里面的 那个比丘啊 就是扶着乱维啊 才会有这个事情啊 那也会记在比丘的头上 第四 第五万一这个国王吃东西 不小心中毒了 那也会赖在比丘头上 就是那个比丘拢的 他想要害国王嘛 给他中毒了 拢东西给他吃坏了 所以如果王发生中毒的事情 也会赖比丘 第六 如果国家的大臣发生斗争 分党派啊 现在什么主流派非主流派 还有什么新年线 奇奇怪怪的名目很多了 假如比丘一才老是亲近 于这个行政的机构的话 那人家又会赖了 你看就是他们搞的 就是他们搞的鬼 古代帝制时代 如果国王 这个 坐下的那些大臣 如果发生斗争 分党派 人家也会赖 可能就是那个比丘搞的鬼啊 他们在弄的 否则哪有这些事情啊 所以也会记在这个比丘头上 这是第六 第七 如果国家与邻国发生战争 两国交兵发生战争了 这国人也会赖比丘 就是那个比丘嘛 他经常到皇宫里面去 那么搞的 现在跟邻国打仗打起来了 否则哪有这个事情啊 所以如果跟邻国打仗的时候 也会赖在比丘头上 这是第七 第一 那么如果平常这个国王 很肯发生不事 凡是修行的人呢 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到了王宫去 要求托布施啊 他都能布施 可是突然之间 国王啊 宁息了 不肯布施了 如果有比丘老师 在国王面前行走啊 那么这个 如果去要求布施 得不到的人 他也会赖 就是那个比丘搞的 只供养他就好了 我们就没得分了 所以他们也会赖比丘 如果国王坚令不肯布施 也赖 这是第八 第九 如果国王 是变成 本来很分明的 后来变成坏了 那么对老百姓啊 不爱父 那么发生种种的 这个残暴的事情 也会赖比丘 他就是这个比丘 在哪里高贵嘛 乱说嘛 把这个国王闹浮屠了嘛 所以现在对老百姓啊 都这么不好 也会记在比丘头上 这是第九 第十 如果国家灾难多啊 红火水灾 或者是寂寞 流行病 种种出现啊 那不信佛的人都要赖比丘 你看啊 就是那个丘家人老子在逛 王宫里面行走啊 拢得这个国家都捣乱了 如何如何了 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 那不信佛的人都说 你看梁武帝为什么会亡国呀 就是因为他信佛 都会这样赖 赖佛教 所以这是第十 那么因为有这十种情况 万一发生的话 都会赖在比丘头上 那么如果一不小心 就会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因此啊 对于这个国王尽量要远离 你看看我们中国历史上 是有这个记载的 你看看我们中国历史 那些二十五时 二十四时 二十二时 如果你没有这个时间 看那么多的话 看看知识通鉴 知识通鉴里面 以编念的方式度 有很多的记载 例如唐朝 唐太宗贞贯三年 有一个沙门 有一个出现人呢 叫做法牙 佛法的法 牙冠的牙 这个法牙 因为经常在皇宫里行走 那么后来啊 就发生事情啊 被杀害了 那么这个原因就是 你老是到皇宫里跑啊 结果遭到这个人们杀害 那么这个原因啊 历史里面有记载 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 不讲这些事情 那么这就是举一个例子 给各位看看 你老是跑这个政治路线的 会有这种危险 第二这个中中时代 唐中中 锦隆年间 这个西明市的住持啊 叫做会犯 智慧的会 模范的犯 他得到这个中中的信任 封他的地位很高 叫做上庸公 公和博子男 这五阶当中 他封公 地位相当之高啊 不得了啊 你一个出家人 得到这么大的俗庸啊 人家会嫉妒的 结果最后啊 也搞得 把职务也被削掉了 差一点点把命丢掉 就是叫他反俗了 后来把他赶出去反俗了 这原因在哪里 太接近 这个王宫 太接近那些有势力的人 那么人家看到都会嫉妒 你是不是真的有些有那些 不不应该做的事情的问题 不得而知 可是历史上都有一一记载的 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历史上 很辉煌 很豪的历史固然很多 不理想的不好的地方 也是有的 所以你看看历史 像这一位死一般社会的人 对佛教的看法 发生这个偏差的观念 是有原因 那么 这类例子多得很了 例如像这个唐德宗时代 有一位叫做 见虚 见虚 这个见定的见 虚空的虚 这位见虚比出家人 叫唐德宗真元年间 也发生了事情 最后被人用拐杖打死了 就是老是亲近王公 发生这个种种事情 那么当然在历史上记载都是他们有问题的 都是有问题 所以可见他是不是真正造的罪业有问题 这另外一回事 总之出现太接近你国王 会发生这个情况 王子情况是相同的 就是国王的太子 王子就是指的太子 你接近国王 接近太子都会发生这类事情 接近大臣 同样的前面的几种我挤的例子里面 就有因为接近大臣 尤其第三位 他是完全因为太接近一大臣 彼此发生这个争斗 几多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不能老是跑高贵权势之门 就是我们平常世间上也有这么两句话 有一本书叫做 正光细时显文 现在人都恐怕都没有这个书 都不看这个书 从前读诗书 读诗书 最先开始读这三本书 第一 人之初的三字经 人之初信本上 先读这本 第二 百家信 赵千孙礼 百家信 第三 细时显文 正光细时显文 刚入读诗书的时候 都要先读这三本书 我在六岁这三本书就过倍了 所以这个三本书最重要 尤其这个第三本的细时玄文 过去的显能圣贤所说的话 它里面就有这么两句 见观目向前 做客目在后 我读客家话很好听 根管目向前 做客目在后 很好听 你看到做官的 你不要老是往前跑 看到做官的 你不要往前跑 那么神智严重到误会到 把它看作这个魔鬼一样 不敢接近他 见观目向前 那如果你看到那个大官 你老是向前的话 那问题必定会来 并不是说 一定不能接近 你有这个道理 能够叫化他 你不会在明文立扬 发生问题 可以 假如你这个定力还不够 万一接近来会出问题 会起明文立扬之心 那最好是不要 做客就不能在后了 做人家的 人家菜籽吃光了 你才来 来做什么了 见观不要向前 做客不要在后 这就是 从前读诗书的人 都会读这些书 他有很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例如随便举一句话 知己知悲 将信彼心 读得很好的话 所以如果你读了这些书 记在心里 随时随地都有用 那么见观目向前 说不定他就是读的 法法经这一段 叫人不要 亲近国王王子大臣 恐怕他就从法法经 这一段文在哪 见观不要向前 他们世俗人 正人君子上前 见观目向前 何况我们出家人 你更不能向前了 可是现在人 你跟他说这个话 他不会 不大能接受了 他有说我落无了 你这个老顽固啊 落无了 不行了 跟不上时代了 跟不上潮流了 可是这个 跟不上潮流的话 不是我讲的 在经文里面明明就有这个真实的文字记载吗 叫我们初学佛法的人 不要竭尽这些豪贵 亲近这些豪贵之人 恐怕容易发生问题 这是第一 如果在座没有做官的就好了 听到不要跑掉 因为你虽然是做官的 可是你到这边来是一个听法的学佛的弟子 跟普通一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个只是对这个初心菩萨讲 初发心的菩萨 必定要这样做 等到你定功成就了 能够教化国王了 到了那个时候 隆天推出 没有问题 像古代的那些高僧大的隆天推出 那个时候就可以去教化国王 也可以教化王子大臣 受官的官长都没有问题了 那么这是说初学的人 不要亲近这些高贵的人 我这个话恐怕那些想要当民意代表的 会不大高兴听 第二 远邪人邪房 这个用意就是不亲近邪师 不亲近诸外道藩制 逆见之等 即造世俗文彼 赞隐外书 即路窃耶脱 逆路窃耶脱 这是第二段 远邪人邪法 邪指不正 不正就是对佛法没有正确的了解 都叫做邪 现在这里注重在外道 释法 不要亲近外道 什么叫做外道啊 心外求法 他不是往内心求法 佛法是求证自己的亲近心 外道是往心外在求法 简单说外道就是除掉佛法以外其他的道门 除掉佛法以外其他的道门都叫做外道 总之就是其他的宗教 一个人呢 两个脚只能走一条路 不然你想咯打想准了 一个脚是佛教 一个脚是其他的教 那绝对没有办法 又要上帝 又要阿弥陀 那究竟哪一种好啊 那么所以你如果要发心学佛就好好学佛 其他的暂时方向 不要接近你外道 因为你这个道的功夫还没有成熟 接近你外道很容易遭到同化 繁治是外道出家人的通称 外道就像印度的宗教 那个婆罗门教也有出家的 也有在家的 那么出家的就叫做繁治 他们都有他的规定 尼建子 尼建子是常见外道 执作常见 人永久做人 处生永久做处生 这种的看法的外道 尼建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叫做尼系 系服的系 远离的尼系 远离系服 残服啊 他认为他的教名啊 能够远离系服 所以叫做尼建子 这是也是属于出家外道的一类 那么这类的外道啊 他说每一个人的罪于福 功于过必定要受 受满了自然就会停止 也不必修行 他是这样说法的 他说你过去的所有的一切善 功过受满了 他自然会停止 他也会几利啊 他举个例子也蛮有意思的 他说有一个这个线团啊 做好的这个线团很长吗 你从这高山一放 一翻一翻一翻 翻下去 等到这个线翻完了 他自然就停止了 他说你所有的职业受满了 他就自然会停止了 实际上便不然 并不是不是这样子 你再造他就再来 没有停止的 那么这是你认识 等着等于其他的外道 印度有95种96种 最有名的六四外道 那么这些外道 你不能亲近他 接近他 初学的人接近他 很容易遭到同化 会出问题 恐怕你的知见没有办法正确 所以不要亲近外道 那么在我们台湾的一般民众 对于佛法 差不多能够认识清楚的 很少很少 差不多都是神跟佛分不清楚 神佛不分 如果你要硬性的跟他分清楚 他们不来了 好好 那你是跟那个西洋教一样吗 那我就不要去接近了 他们除掉基督教 天主教以外剩下的 基督教 天主教 恢恢恢教之外 剩下的通通叫做佛教 他们有哪相拜拜的 就叫做佛教 那么凡是哪相拜拜的 都叫做佛教 所以你看那个兵议课里面 凡是这个身家调查呀 每一个阿兵哥 他的宗教男都写的佛教 你问他佛是什么 他莫名其妙 他只是哪相拜拜 我家里哪方哪相拜拜 就是佛教 实际上他们的宗教 应当是父母教 父母教 不是任何宗教 他只是父母教 为什么叫做父母教啊 是他的祖先传来的 一代一代传下来 哪相拜拜 过年祭祖 拜神 只是柔此而已 他为什么这样拜 莫名其妙 福利福利 那么这是父母传下来的 所以叫做父母教 那么真正的佛法 他完全不懂 我二十多岁身家调查的时候 同伴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写的都是佛教 我问他 什么叫做佛 你知道吗 我也哪相啊 我也拜拜啊 那么因此他都叫做佛教 所以这类人根本是什么叫做佛 也分不清 世界上真正的佛教徒实在不多 懂得佛法的更是少 那么因此初学的菩萨比丘 不要跟这些外道接近 跟外道接近啊 学佛会发生阻碍的 台湾的佛教有些地方很奇怪 神跟佛完全分不清 例如说有一个神庙 它里面呢 也有初家人 住的也是初家人 那么那些初家人 虽然是跟我们一样圆顶方袍 可是他们是身分不分的 那么尤其他们有嫁居扶兰 这类人你劝他去听经啊 他不接受 他说他的神讲的话 他如果能够做到就成佛有余了 他要听你人讲的 他说这个说法的人是人啊 这个伏击是神啊 神比人高啊 他老是会这样讲 所以如果你住在这类的地方 你想要知见正确 难于人天 所以初学的菩萨比丘 不能不应该接近这个外道 急照世俗文笔 这是世间法 世俗的文笔 例如说写文章啊 写毛笔字啊 练书法啊 赞赢外道的书 这个外书是包含其他的宗教跟世间书在里面 初学菩萨道的人啊 不能老是把精神放在这个世间书法上 或者是世间文笔上 有人为了要写文章才闭关 闭着文章关 闭关为什么要写文章啊 谁小说啊 这是很大的笑话 那么因为他们都在玩这个文字游戏 那么真正佛法在哪里 忘掉了 所以初学佛法的人啊 尤其菩萨比丘 你要先充实自己 自己本分是不懂 黑财也变小 人家问到你佛法 母灾啊 你去蒙花书啦 我不是法师 那么因此你问他佛法 他不懂 你跟他讲世间法 世论 政论 乃至世间的杂七杂八的论 他都是偷偷是道了 这就舍本足摸 这问题很严重 初学菩萨道的人 暂时要把这个世俗文笔 把它放下 尤其从前印象有这种习气的人 都得放下 从前有个老居士出家 他很会作诗 出家以后 他虽然是在念佛呀 还是在作诗 边念佛边作诗 有一个人就劝他 你把你的诗的笔放下来吧 我已经习惯了 他习惯了 你到基督世界 这是不是还要咒诗啊 那么那你咒诗往生了 那不可能的事情 劝他放下 因为你老是牵挂在这个世间的这些文艺上 那你的道心是没有办法提起来的 所以这个在沙密律语里说得很清楚 赞叹佛法以外的书籍尽量吟唱的那一类 统统都要暂时停下来 路切耶托 这是印度法 翻成中国话 叫做恶意论 恶意论 外道的不正确的论说 都叫做恶意论 逆路切耶托 逆是真问词 反问的意思 也叫做恶问难 恶问难 这都是外道的点击 那么研究这一类的东西呢 你最好少亲近它 接近于这类外道 你对于这个佛法的正确观念呢 很容易遭到误燃 因为你正观还没有成就 必定要把它停止防端 恐怕老是接近了 会被他所然迷失佛法的正理 所以应当要把它放下 这是指初学菩萨 假如你是久修了 当然也要懂得世间的一切诅法呀 所谓自欺自卑百战百胜 假如你不知道外道 也没办法降服外道 所以菩萨界里面也有规定 出家人也是一样 你如果有这个智慧的话 一天可以戳出三分之一的时间 最差的时间 兼学习世间法 所以菩萨当于五明中求啊 除掉内明的佛法之外 一方功巧乃至所有的世间 英明之论通通都可以学 功巧明英明都学 为什么 做弘法的工具 弘法的工具 假如你不懂得这些 弘法的工具就不够 为了要具备弘法的工具 不妨间带学习 可是现在是对这个初学的菩萨讲 初学菩萨这必定要远离 所以这是第二 要远邪人邪法 就是第二 第三以下的 该远离的思乡 我们留下一次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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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智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拾奇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异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兴逢官慎帝君飞升 元宵佳节吉祥日前夕 屏东庙云寺即慈悲志业高雄生命书方 举办公佛摘天即恭送普门品 恭请赞山法师赞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主法 日期2月13日星期日正月13 时间上午9点 地点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新安村大兴路175号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南投地区新春起见 护博祈福法会 大吉大乘十轮经 祈愿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众生安乐 与法自信 恭请自成法师主法领众 日期2月18日星期五 地藏十轮经第一卷至第四卷 2月19日星期六 地藏十轮经第五卷至第八卷 2月20日星期日 地藏十轮经第九卷至第十卷 下午放宴口 每日上午8点开始 地点南投县普里镇天子宫 南投县普里镇中兴路23-10号 恰讯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参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宿使一词 宿使一词 与中国佛教 史自古以来就有的饮食文化 然而,国外也有不食肉的风气 在翻译上,若沿用素食 在华人社会会产生几个问题 一,素食的界定困难 会不清楚对方素食的范围如何 二,许多人,特别是基督宗教信仰者 会因素食属佛教信仰而不愿意吃素 事实上,这些都是小问题 因为不吃肉是各种素食形态的基本定义 所以世界各地的素食者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 不伤害是各种宗教的基本信仰 所以世界各宗教人士也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 享用不是来自宅杀动物的食物 素食的定义不使用任何肉类 而是使用植物性食物 如骨麦、蔬菜、水果等 其中含动物性原料的产品 以及油脂、汤汁、萃取物及浓缩物 都不属于素食食品 素食者一般都尽量避免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动物 包括不使用那些来自于动物的产品 例如牛黄、虎骨、熊胆、象牙、鸟皮油、舍香、鱼油、鸡精等 也不从事直接与杀生有关的职业 例如土窄业、非素食餐饮业、养殖业、补鱼业等 素食大致分为五大类 一、素食 不吃肉及其副产品 这是欧美素食的概念 这也包括极严格素食饮食者 绝不使用含动物性成分的食品 或是蛋、奶、蜂蜜都不吃 二、蛋素食 是指素食者会使用蛋制品及植物性食品 三、奶素食 是指素食者会使用植物性食品及奶制品 四、奶蛋素食 是指素食者使用奶类、蛋制品 基督教安息日、教会教徒所实施的素食 如台北台埃医院及供应蛋奶素 五、佛教素食 传统除了不食肉、蛋、奶之外 也不吃的葱、蒜、酒等 具有刺激性的植物 西方社会还有一种分类 是因为有些食物在界定上有模糊地带 例如蛋、奶 所以就以严格或说纯粹 不严格或说不纯粹来分 一、严格素食 是指全素食 饮食中只有植物性食物 不用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动物的食品 二、不严格素食 是指奶、蛋素食 饮食中有奶和蛋的素食 奶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奶的素食 蛋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蛋的素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念佛伤净土 念佛伤净土 尘佛杜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